牧羊你好 老师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最新的驻村计划 好 我是牧宁相声说眼方的牧羊 我是我们团的团长 我们在今年2024年1到4月份的时候 在马右艺所这边有艺术驻村的计划 很荣幸今年能够受到文化局的邀请 来参与到马右有艺斯 我们在这边举办了 延续攻略相声小剧场的整个计划 我们这整个计划的特色 首先第一个 是我们在台湾创造了台湾首创的相声装置艺术特展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介绍我们这个整个驻园计划 好 我们是以这个儿时寄去的为驻园概念 是希望说可以在这边有亲子同乐的一个环境 那同时呢 因为马祖新村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眷村 那在眷村呢 跟相声的关系里面 其实早期相声靠着口传新寿 口耳相传 在很多眷村里面都会看到 我们听到我们相声或是听到一些传统戏曲 包含金剧 或是鼠来堡主板这些艺术 所以我们是这一次呢 特别就是在马祖艺术这边可以把 希望把相声带给大家 同时带大家回味 那我们整个驻村里面 我们大概分成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驻园的介绍 再来的话我们有介绍到相声在台湾的起源 其实大家都知道相声的发源地在中国大陆 那台湾呢 对台湾来讲 相声其实是一个外省人所带过来的艺术 在台湾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大师 一个叫吴兆南 一个叫魏龙豪 有这两位大师呢 在早期在中央广播电台所录的一些相声节目 所以才慢慢的把相声这门艺术带到了台湾人的耳中 我们台湾才会看得到这些表演内容 那接着呢 再有一些像是赖声川啊 李立群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老师们 开始创作把相声跟舞台剧做结合 所以到我们这一代呢 我们才有办法享用这些资源 也才有这么多的人了解相声这门艺术 那另外呢 除了相声的起源以外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相声的表演的内容 包含到相声其实很著名的 他的服装算是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了像这件绿色跟红色 这两个假人的装扮有点不太一样 绿色跟红色的这两个所穿的 都是我们相声所说的长袍 又叫做大褂 这两个真的是我们相声的传统服装 可以说是相声演员的制服 那有些人会以为就是有一个误称叫马褂 其实马褂不是现在看到这个 马褂是穿在长袍的外面的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服装呢 其实是因为相声比较盛行呢 是在大概清朝清末明初的时期 那在清朝那个时候 很多读书人都喜欢穿着 这样的长袍中式的服装 表示他们是秀才 表示他们是有文化的人 那同时呢 相声演员虽然常常被大家 笑称为是戏子 就是我们是一些走江湖的艺人 可是其实相声演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要反映社会时事 反映社会的现状 那希望有可以透过讽刺啊 或是讲出一些实话 让大家去反思一些社会乱象 所以我们的相声演员 我们其实虽然是被大家是说没读书的人 可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文人的装扮 也同时了解到 其实听相声是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也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内容 除了笑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 也可以去理解 多多的关心一下社会现象 好了 这两个装扮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这个绿色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平时的装扮 我们的有琵琶扣 然后袖子 在袖子的那里呢 我们会缝上一些 会缝上一个反白 反白的白袖 通常我们在装扮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挽袖 或是有一个龙抬头 把袖子折起来 主要呢 是为了要去凸显手部的动作 那这一装就比较不一样了 这装是在相声比较少见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服装打扮 头上绑的头巾呢 是我们相声三宝之一 是方巾 手上呢 拿的也是三宝之一 是折扇 好 这另外一个呢 三宝叫醒目 那是在说故事 说书的时候 比较常会用到的 好那这个相声 这个折扇跟方巾呢 打扮起来 以及把挂子绑起来 下面穿的是水裤 然后袖子呢 捏起来 这个是在扮演武人的装扮 所以相声是可文可武 所以我们都说 演员要文武双全 要文武双才 都可以要能扮文 能够演武 所以这是一个武坠子 这个传统段幕的一个经典打扮 表示的是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文化 比较粗鲁的 同时呢 就可以跟文人做出一些区别来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声的表演服装 那接着呢 再讲到的就是相声的表演的一些技能 相声最著名的四门基本功课 我们每次在台上都会说 就是说学逗唱 说呢 就是讲话 说话 或是说一些绕口令 灌口 这些演员的基本功 学呢 就是模仿 模仿通常是透过模仿来制造笑料 所以可能会模仿一些比较粗鲁的人啊 或是模仿一些社会上一些违法犯纪的人来制造笑点 逗呢 其实就是演戏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相声是段子里面说的是假的 但我们要以假乱真 所以逗的能力很重要 就得要演 演的好像每一个都是我们现场想出来的 最后一个是唱 唱的话分两个 一个是我们一般的唱歌唱戏曲 好 通常也有人会把它归类为学 叫学唱 就是一般的唱歌 那相声本门的唱呢 有太平歌词跟属来宝 这个是只有相声演员才比较 学得到的一个基本功 一般的外面的其他演员比较不会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学逗唱 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看我们所产作的一些 我们平常的演出的影片啊 或是我们特别为了节目的宣传 而去录制的短片 这也是相声演员现在面临的一个考验啦 就是我们现在也要跟上时代 我们要创新 然后并且我们要跟上自媒体的时代 好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曝光 而不会让相声这门传农艺术慢慢没落了 那这边的道具呢 不只是相声会使用 有时候在其他的取艺行业也会有 比方说金运大古 所用的古书 比方说这个快版演员所唱的七块版 属来宝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三宝 折扇醒目方巾以及各式的节奏道具 有三块版 四块瓦 蛤蟆版 然后以及我们的冲天变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演这个装置 就我们表演道具的一个展示 那同时呢 也是让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一些节目段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剧本的乐趣 好 接着这一块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装置的算是主题了 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台湾首创装置艺术相声特展 装置艺术呢 所谓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一些设备 或是我们所制造的一些艺术品放在当地 那装置以外 它可以让来参与的民众可以达到共创 这件事情是装置艺术的一个核心 所以这个每一个箱子它都是可以堆叠的 可以让小朋友发挥他的想象力去把箱子堆叠起来 那每一项呢 它的每一个方块上面写的内容都不一样 有包含我们的相声的基本功13门 或是我们的这个各种介绍 有介绍我们的曲艺形式 有缺口 有豆梗 有等等 那同时上面也附上解释 让大家更理解我们所相声的表演的含义 所以这项装置艺术呢 除了可以让大家共创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相声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项艺术 它表达的是我们的各式的技能 或是我们的基本功的结合堆叠而成的 所以每一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我们的基底是什么 我们能够在上面添花的又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搭建起来会有不同的形貌 会有不同的作品所产生 所以这是我们装置艺术 同时其实最简单的最重要的是 让小朋友可以玩得开心 小朋友有堆积木的快感 然后有这种可以建构一个作品的乐趣 同时在建构的过程中 他就可以学到一些传统艺术的知识了 所以这整个展场呢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 这边介绍的是我们的鼠来宝快版的演变 早期是相声演员的鼠来宝 可以这个鼠沿接叫卖沿接乞讨 慢慢的结合相声以后 我们就衍生出快版 有包袱有笑点的绕口令 再往下就走到主板快书 借鉴我们一些古书或是山东快书 这种比较有故事性的表演形式 那达成了我们一个跟快版结合以后 达成了一个新的表演形式 叫主板快书 所以这是一个快版的演进 整个展场呢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同在台湾 其实相声我们不断在创新 不断在革新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 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的玩耍 那认识到这个相声装置艺术 好牧阳刚刚介绍了你们很多城市 但是重点很多人来了 还是想看表演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们这个从音乐祝春到现在 你们的演出场是怎么安排 每两个礼拜呢 我们都会有一场的讲座跟一场演出 讲座是免费提供给大家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相声它的元素是很多元的 所以我们每一场的讲座主题都不同 我们有相声 有金句 有快板 然后有即兴 有魔术 魔术在早期跟相声相应期就是细法 变细法嘛 所以这些元素我们把它都拆解出来 每一个元素我们独立的去介绍 然后让大家能够 透过认识这些小元素 再去认识到 哦原来相声其实是很深奥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讲座的主题 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免费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来一同参与到里面 一同去学习的 那讲座之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售票的演出 这个售票我们也希望说 让大家能够门槛低一点 所以我们票价定的很低 是150块钱一个人 那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一起来观赏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的每一次呢 就根据我们的讲座主题 就定出不一样的表演内容 这同时呢 其实蛮考验演员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 除了每两个礼拜总共有七场以外 我们过年也办了四场的免费演出 是推广宣传 跟大家跟新春同乐的 所以总共有11场的演出 演员要拿出11个不同的段子 要编排 要创作 这个就很考验演员的那个内容含量有多广了 那以我自己来讲 我是每一场都不一样 那小朋友呢 刚开始学 所以希望小朋友会有段子会有些重复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这样一个舞台 可以让我们刚开始学习的学员也好 年轻人也好 可以一起参聚到这个比较没有门槛 也比较不会有距离的一个舞台 所以我们一到四月 这个今天四月六号呢 会有一场演出 在四月二十号呢 还有一场收官的演出 所以收官的那一场 把我们最强的演员都请来了 我们这个之前过年的时候 也有特别的这个民歌的演唱节目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桃源中立的朋友 是有参与到我们里面 或是在网络上有看到我们的节目 所以希望把握机会 我们后面还有讲座演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所以你们的小型售票演出 还有搭配学员的成果展就对 不能算成果展 因为他们其实蛮专业的 也是训练很久就对 他们都至少学习三四年以上了 对那个小朋友是这样子 那年轻人呢 其实像大家知道相声有点快没落了 对不对 像在台湾其实慢慢的有点示威 现在其实抬头的是 大家更常看到的是脱口秀 是喜剧 甚至是漫才 其实台湾越来越少人听相声了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喜欢相声的人不知道去哪学 大家其实不知道说 我要去哪里学 我要去哪里有表演相声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个舞台不大 一场其实50个观众 那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练习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感谢我们桃源中立的观众 是很有善的 他们愿意给他们练习 会包容他们的错误 那其实他们看到他在犯错的过程中去学习 这个也是 对观众也是一种感受 他也会想说 其实我年纪大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学员 年纪最大的是50几岁的一个学员 所以其实像真正的不分老少 大家都只要你有心 随时可以开始 在这样一个舞台 也让学员有机会展示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 专业老师的节目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讲这个小型的演出 因为他座位比较有限 是不是更注重互动感 对没错 我们这个距离很近 其实以前呢 在戏台就是像京剧 以前在茶楼唱戏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地方叫梨园 那个就是一个像是 他们会有一个木围栏 那演员就在木围栏里面表演 有一点像看动物园 看猛兽的那种感觉 但他的距离很近 就是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在这样的舞台上 我们如果直接的单纯的表演 其实大家会有一点点 会有距离感 所以互动感 好投入即兴 然后让观众也一起参与 然后让观众可以互动 可以去发言 那我们都会接纳观众的意见 参与到我们的表演之中 所以互动很重要 而且会让观众非常的有参与感 谢谢木围 好谢谢